我左脸上有道疤痕 是我妹妹趁我入睡时亲手划破的 但我一直没有揭穿她 因为我在等一个时机 亲手将她推入地狱 机会就是来得这么的猝不及防 那天下了点雨 是我那刚买了新车的堂哥 开车顺路来学校接我们 妹妹林雪莉在众人目光艳羡之下 坐进了那辆车里 而我是不敢坐进去的 毕竟堂哥林自东从小就不待见我 自从我脸上毁容 成为了人人嘲笑的丑八怪之后 他就愈发讨厌我 觉得我给他丢脸 我转身正要走 善心大发的堂哥忽然开了口 愣着干嘛 上车呀 我有些犹豫 仍旧不敢上车 但是堂哥已经开了车门 我刚踩脚进去 林雪莉忽然想起什么 对我说 你别进来了 我忽然想起来 我的作业本放在教室里了 你去帮我拿到家里 要是我明天交不出作业 我就告诉妈妈 让她打死你 堂哥倾咳两声 于是半只脚踏入车上的我 即刻又收了回来 我看到了林雪莉眼底 那一闪而过的独意 早已习惯她这种眼神的我 根本也没放在心上 我转身往学校里走 算了时间 我故意绕到了高三年级的教室门口 掐着下课铃声的节点 人走出教室到走廊的时间 不多一分不少一秒 我在走到高三四班门口的时候 精准地遇上了 刚从教室最后一排 女同学起身离开的女生 方韦 我认得这个漂亮的女生 她比我高一级 是我堂哥正在热恋的女朋友 堂哥女友方韦 也是认识我的 她并不像其他人 因为我左脸上的疤 就对我避之而不及 每次见面 她都会问问我的学习情况 我因此在心里认为 她是一个值得信任依靠的女孩 我急急忙忙走过去 刚好撞到了她 她轻轻将我扶稳了 笑着问 走这么急 见到你堂哥吗 我如实汇报 方韦姐 我堂哥的车刚才在外头呢 她可能以为你要上晚自习 你现在可以让她返回来接你 方韦笑着摸摸的头 笑一直打眼底 说 好 谢谢你告诉我 我这就叫她返回来接我 我看着方韦姐一边打电话 让林子东来接她 一边迅速地下了楼 在所有人看不到的视线里 我的嘴角慢慢往上浮现笑语 我刚才故意忽略掉了 我妹妹林雪莉 正坐在堂哥车上的事情 然后我掐算分秒 这个时间 我堂哥的车子 应该刚好开到了断桥之处 断桥 是连接我们城镇街道路况 和通往我们学校路段的 一个最重要桥梁 每个从我们城镇里出来的人 都要经过这么一条桥 桥上有汽车与单车两个路段 因为桥上暗黑无人 所以在这里 经常出现道路抢劫 以及行为犯罪的事件 据说还有流浪汉 专门在这暗黑的桥上 等待过路的单身女性 进行强迫与解开 当然 这些都只是传言 一直搭乘公交车 通往这条桥梁回到家里的我 从前是从来都不相信的 直到昨天 昨天 是我在校值日的日子 林雪莉原本是和我一起做值日的 但她收拾书包 说要和同学逛街 便自己先走了 而我打早到六点的时候 走出校门 一眼就见到了我的堂哥林子东 自从堂哥与方薇学姐恋爱了之后 她整个人的力气都少了许多 遇见我的时候 也不再像往常那样厌恶 见我出来 她还主动走到我跟前 问我 方薇出来了吗 我诚实告知 方薇学姐要上晚自习的 可能要到八点了 我说完便往前走了 谁知 林子东忽然把车开了过来 降下车窗对我说 上车吧 哥送你一程 我还挺开心 心想堂哥总算是对我好一回了 可是很快 在即将要上段桥时 我堂哥就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那个朋友在电话里头 让他去市区碰面 而那个位置 与我家里的位置是相反的 我从小就懂得察言观色 知道堂哥这是有其他事情了 但我希望他能把我送到断桥 堂哥 你能把我送到桥下吗 我胆颤开口 听说桥上有流浪汉抢劫什么的 堂哥随即大笑出来 仍旧执意将车停在桥下 你这丑八怪有钱吗 结色别人也挑一个没毛病的 赶紧回家去 哥有事忙 别整天听别人瞎说 随后他不由分说 将我赶下了车 我深吸一口气 独自一人走上了断桥 那时已经是晚上六点半了 天黑得很快 断桥设施不好 全程没有路灯 我只能摸黑往前走 我越走越快 祈求坏人不要盯上我 但是终究 还是让我听到了不想听到的 老天还是挺照顾我的 虽然并没有让我被盯上 可在这半桥之上 我亲眼看到 一个流浪汉 把一个背着大书包 年纪估计指上小学的女孩 拉进了桥洞里 我第一瞬间能想到的 就是拔腿就跑 我并没有手机 无法立刻报警 全身上下一个武器都没有 我知道此时此刻 我除了逃再没有其他办法 但是 当我往前冲出了一小段路 我听到了那个小女孩 绝望的哭声 我知道 如果我不帮她 她或许就会像传言一样 被坏人拉进洞里 狠狠欺负 我此时还小 不知道坏人会怎么样 狠狠欺负的小女孩 我觉得或许会是 堂哥和朋友说的一样 被人狠狠玩弄 或许还会流血 会死亡 想到这里 我冲着那桥洞大喊 警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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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喊了三声 不知道那坏人有没有阴随 而放过那个小女孩 随后 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下断桥 我知道断桥之下 有一个公用电话亭 我用全身紧剩的一位硬币 投入进去 打110电话报警了 我的讲述很急切 请快点派人过来 有个坏人把一个女孩抓走了 接着 我找到了一家 灯火通明的便利店 我在门口站着 期待着警察能顺利 将小女孩救出来 然而 我等不到警察来 倒是先等到小女孩 慌张失措的 从桥上自己跑下来 随后跑远了 估计是流浪汉 刚才听到我喊警察来了后 不敢惹事 便也放走了小女孩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 依旧等不到 有任何警车到来 那时候我就清楚了 这个断桥发生事情 不是一次两次了 估计报警的人也很多 警察每次来都没有收获 便也不再那么重视了 后来警察有没有来 我并不清楚 但是一个计划 却在我脑海里慢慢成行 我只是没想到 机会来得这么快 计划又是这么的顺利 林雪莉搭上堂哥的车子 走了不久后 我就遇上刚刚下课的方韦 方韦正是和堂哥 感情最好的时候 我知道 方韦一通电话 就能让堂哥立即调转航道 堂哥对方韦爱的深沉 绝不会在着其他女孩 出现在深爱的女孩面前 即便那个人是他的亲堂妹 那么林子东唯一能做的 就是像昨天对待我一样 半路将林雪莉放在断桥之下 当然 这个计划仍就是有一个漏洞的 那就是 我不知道时间会不会刚好 就是那么的凑桥 我堂哥的车子 是否刚好开到了断桥之下 虽然我掐算的时间 我堂哥的车子 是只能刚好开到断桥附近的 但如果刚好车子快了 或是慢了 一切的计划又都只是计划 一切只能看天意了 我静静的这样想着 这天晚上 我故意推迟了回家的时间 原本帮林雪莉拿到作业本时六点半的 但是我愣是 拖到晚上七点 才从学校离开 我和学校的晚自习大队伍 一起前往公交车站 我等了半个小时 才等到了去吃晚饭的公交车司机 缓缓开车过来 公交车路过断桥的时候 我从窗口往外望去 外头是黑曲曲的深夜 仿佛洪水猛兽 会将人一口吞没进肚子里 但我知道我坐在车里 我现在很安全 我紧紧握紧了拳头 死死地抓着扶椅座位 哪怕隔着玻璃板 我仿佛也能听到 林雪莉凄厉的惨叫声 求救声 但我知道不会有人去救她的 绝对不会有人去救她 我在这样的幻想之下 笑出声来 回到家里迎接我的 就是继母赵洪 一个巴掌 狠狠的 剧烈的一记耳光 重重落在我的左脸颊上 我左脸颊被林雪莉 尖刀愣声声划出来 而没有及时去医院缝合的伤疤 因为这一巴掌 我感觉我那早已愈合的伤疤 又开始移应做痛起来 我用力攥紧了拳头 捂着疼痛男人的左脸 站在一旁 赵洪并没有因此就放过我 而是追着我 又是一巴掌一巴掌的扑面打来 我忍着哭泣 慢慢地从她的辱骂之中 清楚她为什么要打我 贱或表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为什么不和你妹妹一起回来 你是故意要害雪莉的对不对 臭表子 你别以为你害我女儿 你就有好日子过 我问你 为什么要让她一个人回家 话听到这里 我内心就清楚 我的计划不再只是计划了 此时 我脸上感受的疼痛 都不再觉得疼痛 因为就算我不知道 林雪莉遭遇了什么非人对待 但我很清楚 我的计划成功了 我用手蒙着脸的时候 透过指缝 轻轻用眼角的余光看着她 我相信那个时候 赵红是从我这诡异的目光里 察觉出来一点什么的 但她来不及反应 因为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是我在外工作的爸爸林国平回来了 林国平一回来 见到我继母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我 自然勃然大怒 她当然也不是心疼我被打 而是因为她今天上的是夜班 赵红却一通电话 要她立刻赶回家 理由是家里出大事了 这家里的经济来源 全都依靠林国平 在一家电子厂里当小领班的工资 赵红原本这样将她叫回来 已经足够叫她生气了 结果一回来 家里乱成一锅粥 她自然就更加愤怒了 在赵红看着我眼神发愣的时候 林国平一个巴掌 将她从我身上扯下来 甩在一旁 赵红当即蜷缩在墙角边 林国平刚要一脚踹上去 赵红忽然红着眼 大哭起来 你还有脸发脾气 你女儿 雪莉被坏人欺负了 你女儿 你女儿以后嫁不出去了 我看你还怎么办 林国平收回了刚要踢出去的脚 紧接着 她缓缓地抬眼 看到了正从房间里出来 披头散发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林雪莉 这是她引以为傲的女儿 林雪莉一直以来 都是她的全部期望 尤其是我的脸被划破 变成了丑八怪后 林国平把所有的期望 都寄托在了林雪莉身上 她腹白貌美 长相艳丽 像急了年轻时候的赵红 又更胜一仇 当年赵红就是靠着美貌 在电子场里 勾引了我的爸爸林国平 我妈妈意欲发作跳崖王后 她们便狼情惊异地住在了一起 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 我爸爸早就和赵红有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和我一般年纪 就是林雪莉 林雪莉继承了赵红的泼辣劲 在住进这个家里后 她就趁我睡着 用尖锐的刀子 深深划破了我的左脸 那晚我父亲林国平不在家里 她在场子里值班 赵红得知自己的女儿 做了这样的事情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带我去医院救治 而是拿来止痛药逼我吃下 随意地拿了万斤油 往我左脸裂开的伤口上一抹 就完事了 我那时年纪尚小 并不知道这道伤疤 会彻底地改变我的人生 但我父亲 发现我左脸的不对劲 赵红就编造理由 说我摔了一脚 还威胁我不许说是雪莉干的 否则他就要将我右脸也划破 当时只有十岁的我 连反抗都不知道该如何反抗 我只知道在内心害怕 我知道如果我不听话 我会更痛 那时的害怕懦弱 就造成了现在的我 一个左脸丑个疤痕 人人可以嫌弃的丑八怪 我曾经悄悄去看一个镇上的老中医 老中医难过地告诉我 小姑娘 这个伤疤再也治不好了 等你以后上学了 去了大城市里 你去找大城市里的医生看看 或许他们会有什么好办法 但是爷爷没办法咯 因为这个信念 一次次忍受同学嘲笑 一次次站在悬崖边 试图去找我母亲的我 才坚持了下来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我要去大城市 我要去见见那里的医生 如果可以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医好我脸上的伤疤 那时的我那么小 那么年轻 我还尚不知道 表面的疤痕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内心的伤疤 却是一辈子难以愈合的 我顶着这样一张丑恶的脸 一直支撑到现在 我没想到一次小计划 就能顺利让这个家庭方寸大乱 当晚 我的父亲和继母 连夜带着林雪莉 去城市里做身体检查 临出门之前 他们还叮嘱我 林雪莉在桥上 被流浪汉欺负的事情 绝对不可以对外宣扬 否则就要打断我的腿 我洋装害怕地捂住了脸 频频点头 当时的我 没有手机电脑信息闭塞 虽然还不知道 林雪莉具体是如何被坏人欺负 但是我隐约觉得 这是关系到女孩名声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上写落后的小城镇里 女孩的名声 会关系到未来能能 嫁到一个好人家 我看到林雪莉披头散发 被他们带出去的时候 眼角故意朝她 露出了怜悯的光芒 林雪莉敏锐地察觉到了 我对她的嘲讽 歇斯底里的嘲吼 妈妈 是这个贱人害我 是她让堂哥半路把我放下来 是她害我的 她话没说完就被林国平打断 林国平狠狠瞪了我一眼 行了 你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你堂哥不待见她 怎么可能她一通电话就放下你 那她 她为什么下了车 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上车 有些事情 林雪莉怕是 到死都不会想明白的 我很无辜地说 雪莉 是你自己要我去给你拿作业本的呀 你难道都忘记了吗 爸爸妈妈 你们可以去找堂哥问清楚 因为我的这番说辞 林雪莉再也无话可说 不情不愿跟着父母 连夜去医院做身体检查 后来的事情 我便也不清楚了 计划成功 你足够叫我在这家里安全许久了 毕竟他们都太忙了 忙着带自己被欺负的宝贝女儿 去做各种身体检查 因为这件事 我感觉我父亲林国平老了十几岁 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 有天我看见 她要操着刀子 去砍了那个流浪汉 但是赵宏狠狠地控制住了她 你冲动什么 雪莉已经这样了 要是你去把那人砍了 全村的人不就知道 你女儿被欺负了吗 那能怎么办 难道我林国平的女儿 就要这样被眼睁睁侮辱 林国平易男平的叹息 在我的脸对她的宝贝女儿 硬生生拿刀划出丑陋伤疤时 她没有易男平 在她的宝贝女儿 被流浪汉狠狠侮辱的时候 她易男平了 我轻轻地想着 好情深的一对妇女啊 赵宏警惕地看我一眼 低声说 反正这种事情 只要咱们一句话不说 就啥事都没有 只有自己知道 赵宏剑说不动林国平 便说 你如果真要去砍人 那你可别拉我女儿下水 到时候我就和村里人说 是你女儿灵异的丫头被欺负了 雪莉还要嫁了好人家的 听说你厂长的儿子 刚刚从外地回来 有没有这回事 我们好好商量 看看能不能介绍她们认识 林国平因此放弃了 去砍死流浪汉的念头 虽然林国平为了保住雪莉的名声 而放弃了砍死流浪汉的计划 但我却不希望看到有任何女孩子 再次遭遇这种危险 于是我取出自己 存了多年的硬币 来到学校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里 拨打电话报警了 我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 每一次都是匿名举报 断桥上有一个流浪汉 整天拉着单身女性 实施报复妻负抢劫 起初警方很烦躁 但是随着我的一次又一次举报 终于他们给了我一个 当地的警局坐机号码 让我如果有切实证据 直接提交到这里 我于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电话 打到了这个警察局坐机 每一次接电话的 都是一个年轻的声音 年轻警察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觉得我是恶意举报 而是很认真的对我的说辞 进行了记录 我把其中几个重要信息点告诉对方 定 给对方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警察叔叔 你可以让你们其中一个女同事 乔装打扮成一个女孩子的样子 独自走上乔 就可以把这个流浪汉给引出来 到时候将其制服 顺藤摸瓜 便可以逼他交代出其他犯罪事实 警察一听 愣了一下 当他问我的真实姓名时 我恳求他 我害怕被报复 请千万不要说出我的存在 否则我会有危险的 警察小哥哥 估计觉得我害怕惹事 便笑着答应我了 在这个警察小哥答应我之后 某个放学下午 我乘了公交车上回家 途经断桥的时候 我看到了几辆警车一次排开 人群中 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 被几个警察从桥洞里揪出来 站在一旁的 除了几个身着警服的警察 还有几个身着便衣的年轻人 估计是便衣警察 我知道 这是流浪汉被逮捕了 那个接我电话的年轻警察 果然说到做到 对流浪汉实行了逮捕 迎接他的 将会是牢狱之灾 当晚 警察就来了我家里 因为据说流浪汉被逮捕后 在警察的审讯之下 老是供出了 被他欺负侮辱的13名女性 其中之一名 被他成功得逞的女性 就是村里大树 下面老林家的女儿 这个晚上 不止我的父亲 被带走协助询问 就连继母赵红 也没了网络的嚣张气焰 她和林雪莉一起 被召集到警察局里 参与认罪犯的事实 这件事情 一传实实传百 很快整个小镇上都传开了 等林雪莉 再来学校上课的时候 同学们都得开始 用同情的目光看她 而我的继母赵红 开始对外散播谣言 不是我家雪莉被欺负了 我家雪莉是逃走的 那天她和她姐淋浴 一起上了桥 被侮辱的是淋浴那个丫头 要不怎么说人丑没福分呢 很快 学校里同学们的同情目光 转移了阵地 懂得明电是非 舆论从一开始的她好可怜 变成雪莉好诈 看着自己亲姐被侮辱 见死不救 我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 事情的走向 竟会变成这副模样 但是因着这件事 学校里林雪莉的那群 引以为傲的好姐妹 逐渐离她远去 毕竟大家都不想 等死到临头的时候 被林雪莉见死不救 虽然我在这个学校里 依旧交不到任何朋友 但是我原本就不在乎 林雪莉却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的朋友们 都因为她对姐姐的见死不救 而彻底远离她 自从林雪莉在学校里被孤立后 没有朋友的她 转而向校外寻求慰藉 一直以来 她都和外校一名直高生 打得火热 有一日 我听她在和直高生打电话 约她去哪里爬山过夜 起初林雪莉说什么都不答应 因为赵红每天晚上都会回来 自从林雪莉被流浪汉侮辱后 赵红盯林雪莉这个宝贝女儿 盯得很紧 不只要求她不许晚归 还不许她结交男朋友 这个独直高的男朋友许强 如果被赵红知道了 一定会被赵红强制拆散 洗碗的时候 家里只有我和林雪莉两个人 我望着窗外的好天气说 天气真好 我好想去爬山 林雪莉嗤笑一声 嘲笑 你这个丑八怪就省省吧 该不会以为 有人会带你去爬山吧 我心道 我是丑八怪 还不是拜你所赐 面上温和平静地说道 是啊 所以我好羡慕你啊 雪莉 你是有人陪着的人 不像我 一个朋友都没有 林雪莉这个头脑空无一物的草包 被我一夸 很是受用的抬头挺胸 但是当然 你知道吧 许强还约我去爬山呢 我们打算露营 真的吗 我好羡慕你哦 可以带我一起去吗 我故意委婉提出请求 接着静静等着她 无情拒绝我 你做梦 林雪莉转身进屋里 收拾自己要去山上过夜的衣服 就你这个丑八怪 去爬山 连鬼都给你吓出来 你赶紧给我拿里凉块滚拿里 很快 林雪莉在我的激发之下 收拾好了上山过夜的行李 楼下传来了摩托车停放的声音 林出门 之前她交代我 我妈回来了 就说我在房间里睡觉了 让她别吵我睡觉 我乖巧的说 好的 随即站在窗台上 目送她和她的直高男友 一起开车走远 我知道 他们今晚注定要发生点什么了 虽然我并不知道 他们发生什么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但我并不着急 我知道忍耐 才是我彻底逃脱 这个无底深渊的唯一方法 如此过了几个夜晚 时至年关 赵洪晚晚上夜班 林国平也晚晚上夜班 他们一般都是工作到了早上才回家 而林雪莉和直高男友的私混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很快 他们发展到 直接来家里睡觉 而我 则负责给他们站在门外把风 因为我的把风 直高男许强 还和我打个照面 算是认识了 起初她看到我左脸的疤痕时 很是诧异的对我的丑陋 狠狠吓了一跳 但随即表现的从容 还笑着和我说 谢了 我侧过头没搭理她 我知道她为什么要感谢我 因为我给他们私混的事情打关 我每天站在门口 听着林雪莉时而舒爽 时而痛苦的叫声 时常分辨不清 她是痛苦还是喜悦 但无论如何 我知道 这是如果传出去 是绝对会毁掉林雪莉的 但那时的我也并没有手机 无法拍下任何证据 我时常怀疑 自己每天给他们打风的行为 是无效的 毕竟林雪莉每次在雪墙离开后 都一脸幸福艳赌 我觉得我的计划可能错了 并开始有些自责 毕竟为了给他们创造空间 我牺牲了很多被英语单词的时间 而我的未来 全都寄托在高考上了 直到寒假到来 我知道我此前所有的牺牲 都是值得的 赵红在餐桌上当着我的面 炫耀式的取出一条漂亮的红裙子 说厂长答应让你和他的儿子相亲了 妈告诉你 你可以要好好表现 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你这成绩是绝对考不上好大学的 若是能嫁到厂长家里去 顺利给他们生个一儿半女的 你后半辈子就无忧了 妈也能跟着享福 赵红的话刚一说完 林雪莉就捂着嘴 冲进厕所里疯狂呕吐起来 我以为林雪莉是被刺激到了 毕竟她是很爱许强的 当时在我有些闭塞的脑袋瓜子里 我始终觉得 她如果不是喜欢许强 为什么会每天晚上 趁着赵红不在的时候 被她欺负的大喊大叫 结束用一脸幸福 依依不舍的送她到楼下 这不就是同学嘴里说的爱情了吗 但是当我因为好奇 走到厕所里一探究竟时 我见到了赵红一张老脸急速的骤变 随即抬起一个巴掌 又狠又凶的朝雪莉脸上打去 啪 啪接连两声 这是我记事以来 第一次见到赵红打她的宝贝女儿 半年前她被坏人欺负时 赵红没舍得打她 倒是此时此刻 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她 连我也是一头雾水 我父亲林国平见赵红在打女儿 也气得上前阻止 只见赵红哑着嗓音 在我父亲耳边不知说了什么 随即连我父亲也是勃然大怒 狠狠一耳光 打在了林雪莉脸上 就在这时 赵红发觉了我的存在 狠狠弯了我一眼 骂我 见人滚回你房间里去 没有我叫你出来 你不许出来 我知道如果我敢反抗 下一个挨打的就是我了 于是我信信地回了房间里 直到第二天早上 我才静悄悄洗漱完 搭公交车去市区里上学 令我意外的是 林雪莉在昨晚挨打了以后 仍旧像往常一样来上学 很快就要期末考试了 我也投入了复习之中 我告诉自己 还有一个学期 只要熬过这个学期 等我考上大学了 我就能逃出这无底深渊了 尽管此时的我 还是不知道 我具体要如何 才能逃出这绝境 我一边积极复习 一边偷偷观察林雪莉的动静 她和往常一样 照常在课堂上梳头发 化妆 发信息 唯一与往常不一样的就是 从内晚被赵红打了 两巴掌后 她便拒绝与许强见面了 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拒绝与许强再见面 有很多次 我看到许强就在学校门口等她 她就当作没有看见 禁止离开 许强等不到她 就来读我 有一次 她很有诚意地问我 雪莉为什么不理我呀 我只能说 我也不知道 她大概看出我的难处 也不为难我 随即走开了 但我知道 她一定不会就此放弃的 刚才我从她眼底里 看到一闪而过的很厉 我下意识觉得 我如果想彻底把林雪莉 推向绝地 最好的助理 或许就是许强 我静静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天 我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到了一张医院的检测单 检测单的名字 是我的继母赵宏 检查显示 她已经怀孕两个月 然而 我很清楚 赵宏早已经做了结砸手术 根本不可能怀孕 回想上周日 林雪莉一大早被赵宏 从被单里揪起来 去城里的光景 我才想 这个检测单的主人 应该是另外有人了 这个人 应该就是和许强 撕会了无数个日夜的林雪莉了 林雪莉的孕吐越来越严重 有时候一家人吃饭 她会忽然冲进厕所里 捂着嘴吐出酸水 而此时 因为查找高考资料 而学会去网吧上网的我 也从一些蛛丝马迹 搜索到了怀孕的一大特征 就是孕吐 种种迹象表明 在这高考前夕 林雪莉怀孕了 孩子是许强的 然而 就在真相越来越接近 我每天都在想着 要怎么揭开她未婚怀孕的真面目时 赵宏的一个骚操作 很很震撼了我 她 竟然在春节前夕 仍旧按照之前的计划 安排林雪莉和厂长的儿子见面了 我忽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林雪莉拒绝与雪墙见面了 原来 后招在这里 赵宏志向远大 她竟然想让厂长的儿子 来当接盘侠 林雪莉既漂亮身材也好 很快吸引到了厂长儿子李冯的注意 短短一个寒假 两人已经打得火热 就说连酒店都去了两三趟了 这是我还是在家里复习时 偷偷听到赵宏炫耀式的拿来 和我父亲林国平说的 李冯可爱我们家雪莉了 我叫雪莉 特意找了个来月经的日子 与她同房 年轻终究是年轻 李冯没有怀疑我们家雪莉 咱们女儿嫁入李家当父太太 看来只是可怠了 我的父亲听到这里 笑得很是开怀 当晚还叫我顶个风雪 去外头给她买了好酒下饭 这个春节里 林家一家笼罩在一派祥和的喜悦之中 赵宏尤其如此 整日满脸红光 逢人就说自己的女儿 快要嫁入豪门了 林雪莉心情也极度舒畅 在她甩掉雪墙之后 她无缝连接厂长的傻儿子 不仅与人睡到了一起 还让厂长傻儿子相信了 她的清白之身 我则每天每夜 静静地在家里复习高考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春节过后 林雪莉便直接没去上学了 她成绩原本就不怎么样 也不指望能考上好学校 而且李家已经上门提亲了 据说 在春节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 厂长儿子已经成功搞大了 林雪莉的肚子 而我的继母赵宏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 分享给了厂长 一直想抱孙的厂长与厂长太太 乐见其成 喜欢的还这么顺利的怀孕了 一直秉承多子多福的老厂长 隔天就带着儿子上门提亲了 但是聘礼就有66万6千 这聘礼在我们这个小村镇里 可以说是顶天了 说出去不知道多少人羡慕 我以为林雪莉从此以后 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只能预发自己用功读书 希望考得好一些 可我没想到 林雪莉还没正式嫁入李家 过上好日子呢 她先给我下套了 按照林雪莉的计划 李家的聘金 她会拿来给老家建房子 但是林雪莉有一个要求 她不希望我这个丑八怪 想着她出嫁的红利 所以提出让我父亲答应 如果要拿这些钱去盖房子 就要与我脱离妇女关系 换而言之 他们一家人 为了怕我抢他们的聘礼 要我迁出户口 这个家可以让我免费住到高考后 等我高考后 他们要我搬出去 以后不能继续住在他们的新房子里 我爸爸起初不同意 倒不是因为他爱我这个女儿 而是因为他思想传统 觉得人老了多个后代总是好的 但是赵红一直在他耳边提醒 你别忘了他是个丑八怪 以后谁会娶他 你现在不趁机和他脱离关系 以后赖在咱们的新房子里 一辈子不走 你得养这丑八怪一辈子 我父亲在赵红的怂恿之下 与我一起去户籍地派出所办理 脱离父母关系的手续 咨询后却被告知 法律不能够明确地断绝父母关系 派出所建议我父亲与我前往律所 就赡养义务之间订立协议 显明他的遗产 我没有继承的权利 我也没有赡养他的义务 双方一致协商 不需要对方探访 如此就是最好的断绝父女关系方式 我父亲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随即找来律师签订这协议 我和林国平当场脱离了父女关系 从此以后 我就与我的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能继承他的财产 未来我也不再需要赡养他 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在此之前 他有义务将我抚养到18岁 事情办妥之后 赵红洋洋得意 我荣辱不惊 没有伤心也没有难过 按照我与我父亲的约定 我暂时还能在这个家里 住到高考完再走 但是赵红为了彻底赶我走 不再准备我的晚餐 大冷的冬天 他一床被子都不给我 我想申请一个学校的宿舍 但是学校临近高考 已经不再开放宿舍申请 走投无路的我 拿着全身紧剩的硬币 再次来到了学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 我尝试拨打那个警局坐机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 依然是当日的年轻警察小哥 警察小哥得知我的遭遇后 让我去警察局里一趟 我赶过来时 是他接待了我 他与我抱歉地说 我住的也是集体宿舍 都是男人 无法收留 不过我有一个女同事 他最近刚刚掉离了 如果你提供后口证明 学校证明 我尝试和他说 让你住到高考后 我听了年轻警察的讲述 眼泪沾湿了脸庞 这陌生人的善意 竟然比亲生父亲的善意还多 我始终不敢 拿我有疤痕的左脸面对他 因为我怕我的丑陋 会吓到这个好心善良的警察 如果有以后 如果我真的有以后的话 我会好好报答 这位好心的年轻警察 年轻警察见我一直侧脸对着他 笑着问我的名字 还主动自我介绍说 我是成烈 你是不是就是那天 匿名举报的女生 我认出你声音了 放心我会保密的 谢谢你那天的勇敢 避免了很多人受伤 希望你以后也继续勇敢 好好考个大学 未来的天空会很广阔 他一脸正气浩然 连看我丑陋左脸的时候 也是一脸温柔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 从别人眼里 从未有过的尊重与理解 正是需要营养的时间 成警官借我一千块 说不是白给的 以后出人头地 记得连本带西给成警官寄来 不过你如果不记得也没事 反正别惦记着 这钱我本来也是 拿来资助山区儿童的 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 成烈警官也是从山区里 被人资助走出来的 现在他也一直资助弱势儿童 高考前夕 我回了一趟大树下的家里 遇见了肚子日渐隆起的林雪莉 林雪莉即便身怀六甲 也依旧艳光四射 见到我这个丑八怪 急忙呸了一声 晦气 我握紧了拳头 心道 我有今天都是拜你所赐而已 我倒是想要看看 林雪莉的好运气 还能持续到哪时 但此时正值高考前夕 我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差错 所以我忍气吞声 收拾了一些衣服 就打算离开这个家里 走到门口时 刚巧碰见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并没有问我 现在住在哪里 只是见我搬东西 特别不悦地提起 家里的东西 别随便乱拿走 我只能说 全是我自己的 衣服 临出门前 我的父亲叫住了我 你妹妹在五一节这天 要在国父酒店里摆宴席 亲家知道你的存在 所以你到时候必须出席 我原本想拒绝 但是我父亲 也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穿得像样点 没衣服的就穿校服 到时候和人说 你还在上学就可以 对了 记得戴着口罩 别吓到亲家 这时赵红也走出来 补上一句 最好戴多几个口罩 别把亲家吓傻了 要不是亲家知道你的存在 也不用你这丑八怪来 林雪莉摸了摸她龙起的大肚皮 说 真会起 为什么要让她一起去 见了她这丑脸 我这婚还结得成吗 瞎说什么呢 赵红一听这话急了 结婚很是讲究一个彩头 冷不丁听女儿这样讲 她很是生气 连骂我都懒得骂了 转而去教育自己女儿 别瞎说 你这都要当妈妈的人了 此时的林雪莉 也绝对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会一语成怎 我拖着行李 离开家里 搭着公车 回城列警官的女同事 临时宿舍时 恰巧就遇到了 一起搭风车的林雪莉前任 许强 我相信这不是凑巧 许强估计是收到了什么风声 又苦于见不到林雪莉 于是特意来这里赌我的 我知道 许强虽然会受会一身利器 但她也绝不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混蛋 相反 她以往每一次与我说话 都是极度客气的 许强一坐下就问我 听说林雪莉要嫁人了 我点点头 诚实地说 是 许强见我紧张 还安慰我 你放心 我不是要来找你麻烦的 我只是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我知道许强想不明白的是什么 同样都是被放弃被嫌弃的人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这一生都在被嫌弃的滋味 我承认这个时候 我有些同情许强 也有些私心 也或许有压抑许久的愤恨 我看着许强缓缓地开口 林雪莉肚子里的孩子 应该是你的 我看到许强的脸色 在听到这句话后 骤然变了 五一这天 是林雪莉出嫁的日子 为了凑够亲家索要的人数 我这不登台面的丑八怪 也被受邀一起除脸 此时距离高考 仅剩下一个多月 赵红让我一大清早 就必须回家帮他干活 从早到晚 一直到中午十一点 这一场婚宴才正式开始 我坐下椅子时 早已寄长命路 思宜在台上开始讲话时 我早已没有骨气了 对着满桌的食物咽口水 但是我忍住 此时的我尚不知道 有一场专门针对 林雪莉肚子里孩子的大戏 正在缓缓揭开序幕 但此时的宾客 全都沉浸在 对新人的喜悦祝福之中 谁也没有往不好的方面联想 就在婚礼主持人一般成词 邀请新郎新娘隆重登场 也邀请了四个父母 一同上台时 台上的VCR忽然播放了 一则暧昧不堪的视频 在场的宾客 无疑不被这一幕惊呆了 最令人惊呆的是 这视频连打码都没有 全程该露的都露了 我看到有些家长 立即捂住了自己身旁孩子的眼睛 自己则是看得一脸津津有味 VCR的拍摄地点 正是家中林雪莉的房间里 林雪莉被强壮的男人 折腾得筋疲力尽 仰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的美好景象 身旁的男人和他讲暧昧下流的话 还听得咯咯咯笑 像只米鸡的声音 也许就连林雪莉也被这阵仗惊呆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赵红 他试图冲向播放间 但是一切都迟了 一切好像是早有预谋 播放间早就防门锁起 谁都进不去 林雪莉挺着大肚子 紧张地大哭大喊 视频是假的 厂长家的傻儿子不顾他的哭喊 气得头顶冒火 视频的最后是一个医生的录影 他似乎是在接受一个采访 指着林雪莉的照片说 这姑娘我记得和他妈一起来的 春节前是我给他做的必超和孕检 好像才刚满18岁吧 那个时候就怀孕两个月了 不过他受不显度 有个人追问他 医生您能为您说的话负责吗 医生气得翻白眼 我给人接收了几万个孩子了 怎么就不能负责了 以上的话 如果我有半句谎言 你就叫这姑娘来打我的脸 简直岂有此理 你是谁啊 那个追着他问的人 把镜头对准了自己 我是林雪莉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那个谁 厂长家的傻儿子 你这是要当我的接盘侠吗 我是该说你蠢 还是给我戴绿帽 视频戛然而止 许强一个面都没露 仅凭一个VCR 已经买通了婚礼策划的播放师 就成功搞砸了林雪莉的婚礼 也搞砸了赵洪医生的期盼 看到这里 我畅快地笑出了声 在众人兴奋吃瓜的时候 在林家和林雪莉 丢进了盐面的时候 我加紧时间往嘴里塞食物 这些都是顶好的食材 鲍鱼龙虾大螃蟹 不得不说 厂长是真舍得为儿媳妇出钱的 可惜了 林雪莉无福消瘦了 晦气 此时 我耳边想起了那天在公车上 我故意对许强说的另外一句话 她的主治医生 是中心医院的赵新瑞医生 你可以去问问她 而这个名字 是我当日在家里大扫除时 看到的运检体检单上的 主治医生名字 我没想到 许强的手段竟然这么硬 这么狠 仅凭我给她的一点蛛丝马迹 她就可以搞得血雨腥风 不许惩治坏人 就该有更坏更狠的人 我觉得我这次找对了人了 这天婚礼现场一片混乱 据说 厂长家的傻儿子一气之下 把台上身怀六甲的林雪莉 从台上推了下去 大骂贱人婊子 可惜林雪莉命大 竟然没当场摔死 她被送到医院后 紧急剖腹 产下了一个男婴儿 厂长家的傻儿子 立即就取了婴儿的毛发 做DNA检测 检测结果出来 果然显示林雪莉生下的男婴 与她没有任何亲子关系 李逢弃的火帽三丈 当即追回下的聘力又是六万六千 还要求林家赔偿精神损失费 老厂长比自己儿子做得更绝 他当即炒掉了 正在厂里做小领导的 我父亲林国平 连做小工的赵红也没有放过 全部一起被炒鱿鱼 并实行职业打压 不许周边其他厂 聘请着两个不要脸的人 否则就是和她老李家作对 一夜之间 林家的所谓大好前程 全都败在许强的一个VCR上 不止如此 还沦为全村的笑话 甚至传到了隔壁村 赵红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 甚至连家门都不敢出 而据说 林雪莉在生下孩子后 就得了精神异域病 整天在家里大吵大闹 摔东西 扔东西 家犬不明 自此之后 我就全身心投入了高考的备考之中 我父亲林国平丢了工作 哪里还有心思 管我的死活 一直到我高考完毕 拿到了北城学府的录取通知书 并一举成为全市的理科状元 记者媒体追着到林家 要对我进行有偿采访时 我的父亲林国平 还心急火燎地来到 我打工的纺织厂里 找到了我 我觉得有点可笑 当我见到这个头发灰白的老男人 站在我眼前时 我的内心毫无不懂 我的父亲还有脸 在我面前摆出严肃的架子 回家里一趟 有记者要对你采访 定金我已经拿了 我说 抱歉 我要打工 明天回不去了 林国平气得一巴掌打在桌子上 我则缓缓地取出了 我被近身出负 断绝妇女关系的法律签署证明 这是你上次让我签了法律文书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现在与你没有任何妇女关系 以后对你 我也不具备抚养责任 你如果不把收回的钱退回去 我会提醒记者去告发你 我缓缓开口 林国平被我一番话 气得哑口无言 站起来 抬手就要打我 就在这时 刚巧来附近办案 顺路来看 我的成烈警官走了进来 他用力握紧了林国平的手 早就知道 我在亲生父亲那里 遭遇什么对待的成警官 制止我父亲的暴行后 以掉温和的提醒 林先生 法律上 林玉的确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不要对他骚扰 否则是要吃官司的 林国平 原本还想对我动手 看到成烈穿了一身警服 自然也不敢造次 信信地离开了 我非常感谢成警官 成警官则让我万事小心 当天回去 就说林国平就对赵红大打出手 怨恨他陷害自己 与当上状元的亲生女儿 脱离了妇女关系 在混乱之中 不知是谁将两个月不到的小外孙 给直接掐死在了摇篮里 但是这是死无对证 最后林国平对外宣称 是林雪莉精神不正常 直接把自己的孩子给掐死了 许强也不是善查 自从孩子出生之后 他就非常想见孩子一面 可赵红一直看不上他 死活也不让他见孩子 这下好了 孩子直接被弄死了 他一直诉讼 直接将林家一家告上法庭 最后去承担责任的 据说是早已精神状态不佳的林雪莉 林雪莉被直接送入了精神病院 至于后来的情况如何 我便也不得而知了 但我知道林国平不会就这样放过我的 于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后 我直接来到了学校教务处 请求校方领导 务必不要公开我的大学录取信息 校领导得知我的处境 也知道林家目前的家庭情况 保证会帮我隐瞒信息 绝对不对外公布 我的录取学校的专业 我长输一口气 在我离开这座学校 即将开启我人生下一征程的时候 一个年轻身着西装的男人 找到了我 对方自称是北城某家 大型上市电器企业的员工 出具了各种证明信息的文件 他开门见山的讲 我是为了资助大学生项目而来的 我们领导知道你的情况 想要为你花钱整容 但是有一个条件 大学毕业后十年里 你必须来他的企业工作 该工作人员讲得十分诚恳 我拼命想找他的漏洞 怎么也找不出来 最后得知 对方的老板竟然就是 时常做膳事上电视的女企业家 董露娜 在商界 董露娜就是最有力 最值得信任的招牌 我没有过多犹豫 依然接受了她的安排 我知道 人不是为了一张脸 而存活在这世上 但顶着一张丑陋的脸 行走在这人世间 却有诸多不便 我曾经无数次的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治好我脸上的伤疤 如今有这样一个机会 就算机会之下是万丈深渊 我也不怕 事实证明 我的当机立断并不是武断 我在董露娜助手的安排之下 很快进行了 第一次脸部除疤激光手术 医生看了我的病例后 认为这个由刀子制造的伤疤 是可以依靠技术大部分驱除的 即便不能驱除100% 至少恢复到80%的模样 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原本想着 能驱除50%的疤痕 就很值得开心了 剩下的我 可以用化妆方法来遮挡 但没想到 目前的技术这么好 医生说我这个疤痕 并不是先天的色素疤痕 其实是比较不棘手的 我在一年之内 连续进行了8次激光除疤手术 每一次都是保守治疗 没有后遗症 医生认为我年轻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因为医生的不激进 我脸上的疤痕 恢复得特别好 几乎没有任何不是症状 仅仅一年之间 当我走在大学的汹涌人群之中 我已经看起来 像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人 像一个正常人 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 只是一件触手可及的事情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却为此努力挣扎了十几年 从十岁被划伤脸至今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像个正常人一样的行走 终于 我终于做到了 在好心企业家 董露娜的资助之下 我顺利地成立一名普通人 现在 当同学和我说话时 只要他们不死盯着我左脸颊 根本不会看到 我左脸曾经隐藏着 一个深深的 丑恶的疤痕 甚至也有男同学 约我看电影 与我表白 这在之前 我简直不敢想象 我一度认为 这样的日子并不属于我 但是现在 却又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 从此以后 我的世界 不再只有我自己 和做不完的数学题 我也开始像个普通人一样 在大学里 学习 吃饭 交朋友 我甚至也参加了学生会 参加了社团 毕业的时候 我还和同班的女同学 上台表演了 这年大热的寒糖舞蹈 当我在台上跳舞的时候 我看到台下被学生邀请 来参加毕业里的亲属之中 有一张熟悉的脸庞 我怀疑我是看眼花了 又或者是有所思 所以看错了 但是 当我再度定睛一看 我看见了那个人 是成列警官 我还欠了他 一千多块的成列警官 连本代息 或许不止一千块了 当年我考上大学后 曾经尝试将钱寄给成警官 但每一次挂号信 都被原封不动退回来了 当我在打电话 去那个警局里 找成警官的时候 才得知成警官已经掉职了 我与成警官 因此彻底失去了联系 因为这件事情 我还一度忧伤了很久 我曾经以为 我再也见不到成警官了 那样好的成列 我竟然就这样与他失联了 想想就觉得难过 却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这个场合里见到他 他仿佛已经不记得我了 也认不出我来了 看到我在看他的时候 他还友好的朝我点了点头 我从他眼里看出 那是他看陌生人的眼神 我有些失落 踩错了一个步伐 被队长轻掐了一下腰 才猛地回过神来 继续专心跳舞 典礼演出结束后 我在人潮汹涌之中 寻找成警官的身影 他本就长得极高 穿一身黑色 背影特别引人注目 我冲上去 站在他眼前 好一会儿 他也没有把我认出来 也或许是他觉得 我有点眼熟 但却不敢相信 毕竟我今天化了 很重的浓妆 左脸的疤痕 也彻底的遮盖掉了 我不知该如何 与他开口说第一句话 就在这时 一个女生走了过来 喊了声 哥 你和林认识吗 成警官听到我的名字时 眼底慢慢展开笑语 那些他刚才想不明白的疑惑 此刻都因为这个名字 而有了答案 他朝我笑 露出雪白的牙齿 认识 林渝 女生笑起来 和成警官有三分相似 笑着打趣 那就好 哥 我还以为 你是女人绝缘体了 白虾 你这好长相 为女生侧头看向我 自我介绍 嗨 林渝 我是你同级的 久仰大名 既然你们认识 我就先走了哈 我目送女生走远 听到成列在外边说 是我同母义父的妹妹 前几年我们才见到 我若有所思 仰头对上了成警官的眼睛 他眼睛亮亮的 看着我的脸说 你一点没变 还和以前一样 我扑吃笑出来 心想成警官连夸都不会夸 我这么大的变化 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 我独自走在前头 想买饮料给他喝 他有些紧张地追了上来 递给他奶茶的时候 我故意皱皱眉 有人刚才连我是谁都认不出来 好意思说我和以前一样 成警官喝着我的奶茶说 那是因为比以前还漂亮 所以认不出来 我吸了吸奶茶 笑意藏也藏不住 我不知道那天 成警官有没有察觉出我的异样 但我一路 从奶茶店笑到了宿舍里 那一天 是我上大学为止最快乐的一天 也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天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天 在学校里重逢帅气逼人的 成警官时的心情 那是这一生从未有过 也绝对不可能再对其他人 产生的激动和澎湃 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北城 按照四年前的约定 我在一家上市电器公司里做财务 董小姐很是器重我 我很感激她 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我知道没有她 就没有我的今日 于是我特别努力用心的为她工作 与此同时 我也积极套照学弟学妹们 来这个富有人情味的公司里工作 我为公司的发展壮大 而储备了大量优秀的人才 董小姐去哪里都喜欢带着我 她时常对我说 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 就是四年前资助我的那次善举 我与成烈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如今我们正在筹备结婚 她有时候下班很晚 我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坐在他们井 茶局对面的一家书店里等她 这家书店的老板还售卖咖啡 我每天下午 如果放工早 会在这里点一杯咖啡 坐在落地窗前 看着对面的警察局 这天 我看到成烈从外头回来后 警局门口一只黑色的小流浪猫 四处穿梭 所有警察都走进局里 只有她蹲下身子 拍拍小野猫的脑袋 给她一点水喝 小野猫便赖着她不走 她抱起小野猫逗她 举高高 笑得开怀 我则透过玻璃窗看她 我知道她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归宿 我爱她 最爱她的善良 爱她曾经在我跌入无尽深渊时 朝我无私地伸出援手 此后我无数次回头看 都会感慨 所谓无底深渊 下去也是前程万里 未来不可预测 然而我知道心存善念 即便触底也可反弹 感谢那些在绝境之时 给我帮助的人 此后我也将无私地帮助别人 全文完